欸你是買票 為什麼那個所長負評 連續五次第一名 我不知道 涉及買票 有時候協調沒有辦法處理 我就會自告分 去幫他協調 市長學起來 下次負評就可以第一了 對 很困難 我就爛 今晚我想來點真心話 聽起來兩位的林彥 應該是一拍即合 所以其實理科腦跟文科腦 其實也是有之一同的 但是我現在要來報一個料 說最近其實有一件事情 我也是 誤同調的 就是 重陽敬勞 可靠消息來源指出 在市長是有上演追逐的戲 有沒有要請何況 副市長來換言 有嗎 有嗎 欸 選擇性失憶嗎 那天剛好講到一個公投 他在說我可以來公投 我說市長現在是法令了 已經不是公投 這也是一個 經過行政院核定的法規 除非我們修法 我們去行政院解釋嘛 那行政院核定回來 就說 議會有授權你們定 辦法 發金額 由你們決定 所以 沒有違反財政紀律法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違反的 那回來的 我們必須要面對 我要先找到財源 沒有財源其實都是災難 所以這也是 市長這八年來要求的 叫做 金石管 財政紀律 你沒有財源 你就不能做你 能力範圍以外的事 找財源 我們就跟市長做個簡報 就是我們大概是用每一年的盈餘 留下來的錢 百分之多少拿來提拨 剛開始市長認為說 如果真的都沒有財源 應該要拿去先還債 所以我大概算了一個禮拜 跟市長講了大概三四次吧 我們一直不要影響到別的預算 不要影響到市政建設 也不要影響到其他的福利預算 在中間還能只能伸出一點錢 後來他可以接受的是 那我賺錢 一年賺了一百萬 然後我花了九十萬 家裡的開銷 那我剩下十萬 那我是不是可以給我媽媽 一萬塊當金德金 哦 那另外的九萬塊呢 我可能就還債 還四萬 還了五萬 到明年的儲蓄 這就是我們現在把 稅出稅入剩餘 拿10%去做 重陽金老金的財源 另外的90% 我們還是會優先去還債 那前提是 台北市政府要有剩餘 那這幾年因為都有 英語有超收 我們台北市的財政算不錯 加上台北市的建設 地價稅 這些相關的稅入 其實是增加的 所以我們有這個把握 只要我們賺得多 重陽金老金一定可以發 但是它會在我們財政機率之下 找到一個一定的財源 這個比例 後來市長同意 讓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市長衝出去是什麼 要吃電腦 上廁所 上廁所 30分鐘 不是 我每次要發明信 就去上廁所 要冷靜一下 越生氣就上了越久 所以你都在原地等 等他半小時 大家都在這邊等啊 因為想說 這要是怎麼回事呢 總要解決嘛 我跟市長共識 最好的狀況就是 他會願意聽 他會願意修正 會願意思考 就像他說的 醫生要救人 不可能只用一個方法 各種方法都要用 這個方法不行要換一個方法 這個調整 我覺得是我們 在這個市府裡面 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 政治是一種妥協的藝術嗎 市長常講 所以最後是怎麼樣 不是妥協啦 就是 折衝 大家可以接受方法 如果你講出更好的方法 那我們就接受 科學跟宗教不同的利用在這裡 科學是承認說 我可能是錯的 你講出更好的方法 我就遵守 宗教就是 有不可動搖的信仰 這兩個不一樣啊 我們是科學家 不是宗教家 那你覺得他好溝通嗎 不會啦 他也都已經知道 講道理我會聽 市長的好處就是 你一定要以理服人 你只要知道他的立場 但是你要再找出更好的方法 說服 他其實是會願意聽的 我們防疫每一天都在應變 你不可能只有一個方法 所以今天這個方法不好 明天馬上調整 你覺得有事就直說 你那邊彎彎繞繞 他反而搞不清楚你在幹什麼 常常說 他是我看過最簡單的政治人物 他沒有 後面沒有奇奇怪怪的目的 對 有的人會擔心說 這個是我的誰 這個是我的誰 我們在這裡 可能朋友不多 所以 正確的講話是沒什麼朋友 市長其實心很軟 我覺得他是表達有障礙 但是他對於人的部分 他其實是放在心 他關心你 他也不會跟你講 像我跟他說 市長我媽媽生病 怎麼看 他就立刻重去看 然後他說 你媽出院沒 還沒 再講去看 沒有為什麼 他就擔心你 然後像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在我們執政的內容 或政策上面 其實我覺得那個人文的 關係的溫度是很重的 哎呀不要讓人家賠錢做啦 那這個廠商倒了 要去問他困難是什麼 問問他們為什麼不來標 是不是我們錢不夠 這個在我以前看到的 政治人物是不會關心的 你倒了就倒了 我告贏了我在賠 第二就是 我們在訴訟 那是不是減止送 這個解決了很多公務員的困擾 減少了很多廠商的損失 也減少了台北市政府的損失 主要減止送你知道 因為我常常蓋上你知道 那個禪送五六年以上 那案件不大會 對嘛 公務員現在是這樣 反正有爭議去搞 因為那一審二審 就不知道 特別幾年 他已經不在位置上 就把蓋個印章再丟了 他根本不想處理 所以那案子就一直搞一直搞 後來就越來越多了 所以後來整個市政府 都在處理那個法律糾紛 我當時規定說 超過幾年份的 全部要拿來報 後來就清到說 五年以上的全部清光了 後來就開始規定說 以後只要是訴訟案子 一定要再拘捕會議討論 一定要寫RCA 不能原理論訊 一定要寫檢討報告 那一定要寫說 這個案子如果從來越南 對方做可以預防 所以我們發了很多 用個案去看通案的例子 後來我發現 他真的只是可能跌破腳 要幾千塊 可是你可以讓他去打個訴訟 啊你沒報警啊 所以你不賠 這個也不賠 那個也不賠 而且以前都是叫廠商賠 那個挖馬路的小廠商賠 所以民眾民怨也很深 因為小廠商就是 去跟人家恐嚇啊什麼什麼 可能拖好幾年 對 到市府之後我就請公務局 我說你們可不可以去找 我們所有的公務場館 都有公務一萬線 人行道不能保公務一萬線 他說啊可能太大了不能保 我說你去問問嘛 問問有什麼關係 結果一問 保險公司可以保 而且我台北市的公園 一整年保下來 還不到一百萬的保費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公園 全部都納入了保險 現在看得到人行道 也納入了保險 包括河濱公園 包括所有的公共場域 台北市政府所有的 全部都納入了保險 這個保險 減少了我們國賠的程序 他就直接有個紀錄 報個警 然後立刻保險公司就賠了 所以我們省掉了 非常非常多的訴訟 所以我們沒有敲鑼打口 說說我們多好 但是我們都是默默的關心 在這些地方 市長他只是不會對人的那種 我覺得他對人的關懷有障礙 他成立了一個 好可愛 成立了一個關懷小組 關懷什麼呢 關懷公務員 工作壓力大 加班時數 每個月要檢查 每個機關 誰加班時數超過多少 比例要報告 那第二個 你為什麼加班這麼多 第三 要提供給他們心理諮商 所以現在在我們的 12樓有一個心理諮商室 每一個公務員 每一年有6個小時的諮商時間 你如果去外面看諮商室 是要付錢的 市府是免費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 他們常常會面對到 所謂的訴訟 那訴訟你要保護他 你要讓他無後顧之憂 有一個案子就是 小巨蛋 他們已經訴訟10多年 然後送上來說 他們要上訴 要再花250萬請律師 然後我就說 更賀神已經前面都打完了 所以不太會有新的東西 250萬是去搶錢嗎 他說因為前面的律師 比較熟悉的案情 我就說好 那我們如果打贏了 我們可不可以拿得回來 他們說不會 因為對方已經沒有資產 破產 只有一條錢叫做 旅月保證金 15000萬在我們這邊 我在上訴4億 我還是拿到15000萬 那請問你到底為什麼要上訴 我說那你就去找對方來談 我來跟他談 結果對方一來談說 其實我們也不要了 15000萬就讓你們沒手吧 結束 省掉了250萬 最扯的是 小巨蛋的五樓有一層 當時好龍斌市長 直接當天封起來 關起來 鎖住了 那一天打開 那一間八九十坪吧 我們如果十幾年 租金可以收多少 就這樣子封吧 人家辦公室封存在裡面 封了十幾年 這個案子損失了十幾年的租金 然後還跟我說 要上250萬上訴 如果我們沒有看 沒有找對方來 這個案子可能又去再打個幾年 這實在是很離譜的事情 市長每三個月要聽 關懷銷售的報告 他在解決公務員長期負擔 心理壓力 然後訴訟 比如說議會對他們的要求 超過多久沒有處理 議會在追蹤了 我們要幫他們去解決 所以這些東西我覺得是 沒有人性的關懷是不會做到這一點 珊珊進來市府之後 也有幫助市長加速一些改變的事 或者是說兩個人並肩作戰 有沒有回想起來就是特別有默契 或者是特別有成就感 你帶進台北市之後 那個 威建正義處理委員會 那個讓監管數 費刊少掉了十分90% 還有那個公安 整個台北市的公安有相當改變 還有一個到市場商圈的整頓 像那個文章宮前面那個 雖然不是100分 不過以前那個更糟糕 至少整齊了 對 然後不會亂來的 因為那就是我當議員二十年想的事情 都做不到的事 還有另外一個是貪犯 貪犯至少要納管 整頓 然後讓他整齊安全 市民這麼喜歡 為什麼每天他都是違法 我認為沒有一個人 想要在台北做違法的事 他只想好好做生意 那就讓他好好做生意 其實至少人可以改很多 什麼市平商圈 永康商圈 六米相 這些以前那種傳統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有試圖在用 不同的方式來改變 你會發現現在的台北 整齊很多 包括巷弄裡面那個人行道 鋪出來之後 違規停車不見了 這些東西的改變都不是一天一天 我們以前當議員 你要叫他拿掉一個車位 全部的住戶跟你翻點 可是市長是要全面把車位拿掉 或者是全面開放收費 反而解決了 我安全以前動不了的東西 那個違建正義組聯繫 我真的想二十年 我也想說如何讓議員不要關鎖 我去關鎖我也很不想 反而是讓這樣子的事情 全部制度化 解決了你跟我跟他的問題 至少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 不管將來做什麼事情 這個制度定下來 是台北很驕傲的事情 這樣聽起來兩位 其實真的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今天就是最後一個問題 請教兩位說 知不知道今天自己有幾個行程 今天喔 應該要拿出手機來查 要拿出手機 比一比誰的行程多 一句黃山山比有夠 從市長市會議開始算起來 市長市會議開始算 我早上六點就去跑 今天八個 一二三 四 十四個 答案揭曉 十四跟八 市長你竟然輸給 不對剛剛又 但是市長不是每天七點半開成會 一直有時候蒙到晚上十幾點 我的動作時間要長一點 一兩個鐘頭 我們都是做到睡覺為止 我有時間也是在那裡掛爛 我愛花期 所以體力要很好 市長體力很好 我現在體力也很好 那兩位這樣繞繞繞啊 就每天這樣子不斷的 好行程 然後這樣子 操忙 那身心靈要怎麼調適呢 可不可以分享 讓每天自己可以活得好的面具 我最好睡覺就可以了 你要知道我們以前當醫生 常常晚上沒有睡覺 那最痛苦 前一天沒有睡覺 第二天還開刀 因為我睡超過六個小時 我大概就可以出外部 睡覺就可以補血了 那黃副母 我每天練氣功 身心靈就會很舒暢 就是很簡單的那種 甩手工 在家裡自己做 這麼忙 晚上回家都在11點多 洗完澡練完氣功 早上去三秒鐘就睡著了 早上問題還常生病 現在好奇怪 其實師傅完全沒有 我沒有時間生病 這個我很有驚訝 我只要一放假就生病 我都趕快自己放假 我是除了確診跟上次住院 其實都沒有症候病 連一般小感冒都會 問題是我們確診還不是在工作 對 確診你有差嗎 那個說全部在視訊會議有出來嗎 確診的時候 跑都跑不了 全都知道你在哪裡 好 那我們節目要進入尾聲了 最後請大家互相爆料 最受不了對方的事嗎 沒有啦 都跑爆料 欸 你是買票 為什麼那個說的不一樣 你連續五次第一秒鐘 我不知道 涉及買票 如果他連續五次 我就覺得怪怪 沒有啦 我覺得我比較像朋友 有時候協調沒有辦法處理 我就會自告奮友去幫他協調 就那個局 跟他兩個搭不起來 我就會去 啊 你這個幫幫他這樣 就是大家會互相幫忙 所以我就變成那個 我們下次互評就可以第一了 哈哈哈哈 我就爛 所以理科腦跟物文科腦 雖然說有很多看事情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其實大家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最後想要達到的結果 或者是想要理性務實的心 都是不變的 而且都是希望為人民 建立一個很良好的制度 那所以今晚我想來點真金話 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請喜歡的朋友不要忘記 要按讚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請兩位跟鏡頭回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